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他的两首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作 一首就是走马穿行奉送封大甫出师西征这一首诗是这么写的 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拼杀茫茫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间烟尘肥汉甲大将西处逝 将军金甲夜不拖半夜行军隔香薄风头如刀面如歌 马毛带雪汉气争五花年前悬作冰 墓中草溪燕水凝 鲁记闻之鹰胆舍料之短冰不敢接 车师西门驻县杰 这首诗是作于天堡十三载 这个当时这个封长青的这个杰杜石府呀 当时就住在轮台 就是现在新疆的轮台县 征战的对象呢是波仙 这里的索马川就是切莫河 也就是现在新疆的车尔城河 是一上来 就写了索马川呀的这个景色 是雪海边呀 拼沙茫茫啊 而且那个拼沙茫茫 荡起了城污 直冲云霄 这头两句展现了一幅 幽远古老的历史画卷 走马川 仿佛处在一片历史的沉思之中 总体上讲 这还是静态 接着 他就写了动态 是轮台九月封夜吼 一川碎石 大如斗 随风满地 石乱手 现实的这样一种境况 打破了静寂的画面 开始从静态 转入动态 风 特别是夜里的九月的风 在怒吼 像狂野的怪兽在咆哮 让人感到整个世界在为之颤抖 这实际上是以细节来统预整个画面了 接着就写 在秋高马黄的季节 匈奴又来犯 于是看到了烟沉 这个烟沉指的是战沉了 战火的烟沉 汉家打架 初始细争 下面又描写了 出征的 酷寒和艰难 以至于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 将军金甲夜晚都不脱下来 保持着警惕 行军是在夜半 而且 这个将士们 战士们的那个阁谋呀 互相碰撞 发出声响 其他呢 没有人声 大家急速的行军 而风头如刀 面如阁 血 非常的寒 非常的艰苦 在通过这个急行军之后呢 马毛 带着血 还蒸腾着汗 奔跑得非常急速 出了汗了 刚刚出汗 很快 这些非常名贵的马呀 马毛上 就结成了兵领 以至于呢 在墓中 起草 席文 席书 艳水 都凝结了 最后几句说 鲁记文之英胆舍 料之短 兵不敢接 车时西门驻县节 没有写这个战斗的场面 而只是说 以我们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 有这样大的勇气 那么 敌人 恐怕 听说这 这种行动 这种情况之后 就应该 为之 胆怯了 所以不敢接战 就 跑掉了 我只有 我就要在这个车时西门啊 等待你们 等待你们凯旋回来的捷报吧 这是呀 写了这个唐军将士与匈奴军队 在茫茫高原上所展开的一场较量 而体现的是人与人 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冲突 形成利与利之间的一种拼搏 从而汇成了一曲悲壮 雄浑的交响曲 而且这首诗 三句一转 频繁唤运 情运 非常的流走 激荡 这个声调 也显得很机运 很悲壮 可以说 把写实 与浪漫 非常好的 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再看 陈森的一篇作品 也是非常有名的 叫白雪歌 送五判官归京 这首诗呢 这么写 北风卷地 百草折 胡天八月 急飞旋 忽如一夜 春风来 千树万树 梨花开 散入株连 石螺木 胡秋不暖 锦心薄 将军搅弓 不得空 都护铁衣 冷难拙 汉海栏杆 百杖定 愁云惨淡 万里凝 忠军至久 应归客 胡琴琵琶 与枪笛 纷纷暮雪 下园门 风彻红旗 洞不翻 轮排东门 送军去 去时雪满 天山路 山回路转 不见军 雪上空流 马行处 在这小时里面 最为人们称赏的 是前四句 真是奇思异彩 在荒凉的大漠上 竟然出现了 南国的美景 什么美景呢 就是夜晚下了一场飞雪 而且这飞雪是在八月下的 八月下的 就好比 夜晚来了一阵春风 催得呀 千数万数的梨花都绽放了 看到这个荒原上下了这么大的雪啊 内地的诗人 特别是这个曾神还是准南方诗人 他感到非常惊喜 也感到惊讶 有一种他乡欲固知之感 他以内地人所特有的一种距离感 对塞外的雪景和荒寒 充满了好奇和玩味 这个雪 一方面体现了边塞的尖危 八月正是非常热的时候 突然就能下起雪来 那个气候变化无常 所以体现了尖危 同时他又体现了奇观 在茫茫的高原上 突然下起了这一片大雪 以至于漫天戒白 那非常的奇妙 非常壮观的 于是他就表现出了 少年人所特有的 那样一种倾心俊意的情怀 虽然是写塞外送别 是课中送课 但是却不悲伤 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些异国情调 比如像中军至酒 尹归客 胡琴琵琶与枪笛 吹奏的都是胡琴 琵琶和枪笛 这些异域的乐器 演奏 就与中原所习惯演奏的那些乐曲 很有一些不同了 同时这篇诗呢 还特别善于射色 在帐里边是行商的别曲 在帐外则是红旗一点 是纷纷暮雪下园门 封彻红旗动不翻呀 有红旗 是红旗一点 红和白相应成去 在整个冷色调的画面上 嵌上了一点暖色 加进了一点温情 使整个境界呢 更为洁白 更为寒冷 在这样白雪矮矮的场景里边 为人送行 而人一去雪 仍旧不止 随成为相别后的共同意念 换句话来说 就是唯有相思 似雪色吧 这首诗呢 以白雪起 以白雪中 一路齐情异彩 始终没有离开雪 让人读了之后呀 感觉到清新 激昂 振奋 我们看 曾生的作品啊 大多具有这个情境 而且呢 他是排荡而下 使得他的这个诗情啊 显得流动 显得非常的灵活 而读高适的诗呢 有时候达不到这个效果 高适的诗 多采用乐辅 用乐辅旧题来写 而且 非常的规整 也非常的 这个 尊重 那个诗歌创作的整体感 所以 比较严整 规整 严整 是高适诗的特点 中间也表现个人的一些感情 但 往往夹杂着 作者的一些评判 而 曾生的诗呢 在形式上 已经不再用乐辅旧题来写了 他有的时候呢 是 这个 三言呀 五言呀 七言呀 砸在一起 用这样一种 更为灵活的尸体 去表现他所遇到的 那些 新奇的 那些以前没有见过的 非常奇妙的这些景色 这些人士 从而呢 就使人们 感觉到了 与 读传统诗歌 不同的 这样一种感受 一种感受 呃 曾生的诗 历来被人称为 奇俏 如果说 高适诗 是以严整 为特点 那么 陈胜诗 就是 以奇俏 为其特点 陈胜的 这些作品啊 呃 应该是 在唐代 编赛 诗人中 表现内容 最为 新颖 独到的 这样一类作品了 因为 恐怕在 唐代的 大诗人中间 没有第二个 走得 像 曾生 这么远 曾生 这种 乐观 积极的心态 这样一种 大量创作 七言歌行的 一种 创作 态度 呃 在当时 就颇有影响了 在 颇 颇有影响了 他 在写 这些 诗作 的时候呢 呃 还 表现了 很多 相关的 生活 情态 生活 情态 比如 他 写了 史焦和俊 呃 写了 罪礼送 裴子 赴振熙 等等 这样一写诗 其中有 罪 送别啊 呃 有的是写 军中的 游乐呀 而且还有一些诗呢 写和那些吐蕃将领 呃 相互比武 的这样一些情景 一些情景 比如 在赵将军歌里 他这么写 九月天山 风四遭 城南猎马 缩寒毛 将军 纵伯 场场胜 堵得 铲鱼 雕鼠袍 这个 唐 唐 这个唐军的首领 和 吐蕃的首领 相互 博赛 博赛呢 最后 场场 都是 唐朝将军胜了 最后 就把 吐蕃首领的 那个 雕鼠袍 给迎了过来 再比如 有一首 狐歌 这么写 黑杏 波王 雕鼠球 葡萄 宫锦 最缠头 关西老将 能苦战 七十行兵 仍未修 比较 这个唐军和波军 将领的 那样一种 风采 说波王 生活义乐 汉将 擅长 苦战 到了 古兮之年 仍旧 转战 江场 那么就比起 吐蕃的那些将领 就要强出许多了 所以在比较中 有自豪 或者有不平 或许二者都有 那么在这样一些诗里边呢 他广阔的拓展了 生活的画面 到了天宝十四载 冬天 风长青 入朝 这个时候呢 正好赶上安史之乱 玄宗就命 风长青 为泛阳 平庐 节度使 从 大西北 一直 调到了 东北 当然了 这个风长青是没有 直接到 泛阳 平庐了 因为泛阳 平庐是 这个 安禄山的老家 这时候 这个安禄山已经打到了 洛阳了 这个 风长青啊 就 带着这个 须贤 赴东都 募兵 讨贼 去招募 士兵 和安禄山打仗 最后战于洛阳 官军 大败 风长青 败了之后 就退守 同关 因为战败了 所以风长青 就受到了 很严厉的处分 把他的官决 剥除了 不久 又把他处死 曾深得到了消息 非常的悲伤 所以 他在宋四镇 薛世玉 东归 这首诗中 写了这样 悲凉的诗句 说 相送内战一 天涯 独未归 将军 初得罪 给门客 复合 一样 非常的悲伤 非常的沉重 当年的同事 后来的上级 现在 领着亡命 去和叛军作战 带了一次 结果就受到 如此严重的处分 那么 将军得罪而死 那么 他的门客 又去依靠谁呢 在这样的心情下 封别呢 那么 曾深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所以呢 这个 曾深啊 呃 这样一段时间 就显得很悲伤 很沉重了 他写了一首 日末 赫言气作 的诗 在里边 自言自语 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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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日出 沙上 见日末 毁向万里来 功名 是何物 当年 来的时候 是 激情振奋 志向远大 可是 没有几年的功夫 就 感到 一切都是虚幻了 毁向万里来 我后悔了 真不该来 那功名 我到这来就是寻取功名的 但功名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这东归石的一种幻灭感 被这 寥寥十个字 给全部说尽 这首诗 可以说 是他两次出赛的 终结性 感慨 曾深辞去了 接受才几个月的 依稀北挺 节度复始的职位 在智德二载六月 从北挺 回到了奉祥 四个月以前呢 宿总从05 进驻 这个地方 所以经过杜甫等人的举荐 曾深 在京城 在这个朝廷里啊 这时候朝廷已经不在京城了 在这个朝廷里 获得了一个又不缺的职位 又不缺的职位 但是呢 当年的激情 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所以 这个 曾深是以高昂的复边史 以最后苍凉的冬归中 结束了 他两次复边的行程 如果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的话呢 呃 曾深啊 应该在 躺在边赛世人中 是唯一的 唯一的 就是他走的最远 只有他走的最远 只有他 在反映边赛的 征战 边是的生活 边赛的 景色方面 表现的最为出色 这恐怕是没有其他人 可以替代的了 除了 曾深之外 这个唐代还有一些 很著名的 边赛世人 比如在高氏 曾深 写边赛 在诗之前呢 王维就最先写出了 边赛世作 他写了若干首 很有气概 也很有境界的 优秀诗篇 比较为人称道的 是那首 这个 史之赛上 在那首诗里边呢 他说 单车欲问边 蜀国过军延 征鹏出汉赛 归宴 入湖天 大漠 孤烟直 长河 落日元 萧官 房侯记 都护 在烟人 写的 非常的壮阔 特别是中间 一连 大漠 孤烟直 长河 落日元 把那个大漠的风光 壮阔的风光 可以说 描绘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整个圣堂 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是编范诗人 用他们的诗篇 所奏向出的 一个蓬勃向上 而且呢 向往初始编赛 的这样一个时代了 一个时代 圣堂之后 写编赛诗的人 还有 还有 但是 格调 比起圣堂诗 已经差之甚远 特别是到了中晚堂 到了中晚堂 有很多诗歌 已经走向了 摔杀 悲凉 一路 在中唐时期呢 值得一提的 大概 只有一位 李毅 只有一位李毅 李毅 是中唐 为数不多的 从军边赛的 一个 著名诗人 李毅 从军 和 高氏 曾申 又有不同 他从军的 时间 长度 远远超过了 他们 在 李毅呢 的 这个 生涯中啊 他是 五次 出世 编赛 五次出世 编赛 他曾经 这么 说自己 从事 十八载 五代 兵肩 故其维稳 贤多 君旅之四 那么 关于 李毅的情况呢 还是比较 复杂 他是 梁州人 后来 随着 父母 迁徙 到了 东都 迁徙 到了 东都 他自己 说 自己是 李广的 后裔 后裔 那么 在他的时候 他的家乡 已经被 吐蕃 所给占领了 所给占领了 所以 他的 从军 既是为了 镇家风 也是为了 保家仇 被家仇 这恐怕成为了 李毅 从军 编赛的 一个原动力 原动力 李毅 写了不少 很优秀的 诗歌 很优秀的 诗歌 比如 他的 夜上 寿祥 成文笛 这么写 回乐 风前 沙自雪 寿祥 城外 月如霜 不知 何处 催卢管 一夜 争人 近望向 他特别 善于 选择 那个 典型的 细节 用典型的 细节 来表达 从军 将士们的 心态 心态 一声 卢管 就使得 证人 在这夜里边 都回头 望向 回头望向 还有 他的 一首 从军 北征 天山雪 后 海风寒 横笛 天吹 行路难 七里 争人 三十万 一时回首 月中看 写 这个横笛 在吹 吹的什么呢 吹的 行路难 吹的 行路难 行路难 这样的曲子 听到了 这样的曲子之后 三十万 争人 一时回首 向明月望去 望月 就是思乡 诗写得很精美 但是 已经失去了 圣唐诗人的 那种豪气 那种激情 一时回首 一时回首 一时回首